继国元一为鬼灭之刃,及其衍生作品中的角色,同时也是整部作品中的战斗力天花板,是呼吸法的开拓者,其自身使用的为最强的初始呼吸法日之呼吸,身为战国时代下,继国家族的次子,在有时就展现出了极为惊人的剑术天赋,并且出生时就自带发文和通过世界,能强到曾在四百多年前的战斗中,险些杀死五彩,上嫌异黑死目,继国元一的各个继国元一,甚至不惜变成鬼也要超越继国元一, 险些被八十岁的纪国元一一击秒杀,跟他为被神卷过的人,半刀人打造了六只手的圆,一灵式都无法重现他当年的剑技,就这样一个强大道让武餐躲避了六零年,听到名字都会色色发抖的人,究竟为什么会选择造门外探师家,来传递自己的呼吸法和意志? 一,造门家可以适应日之呼吸所带来的身体负担,在即国元一传授呼吸法时,多数人无法承受其日之呼吸所带来的身体负担,进而或是将呼吸法分解为水之呼吸,雷之呼吸,颜之呼吸等多个流派,再结合造门炭治郎的父亲造门炭治郎能够在重力缠身的情况下,再选一一平跳神乐舞就不难发现,其实造门家是可以比普通人,更容易适应日之呼吸所带来的身体负担的, 再由造门炭治将呼吸法稍加调整,改变为火之神神乐舞,并能将其带带相传,一次也不难看出,外探师家是可以适应日之呼吸的,具体原因可能是造家带带你来看卫生,长期接受日光洗礼,身体早已适应了太阳灼热,并且这一点也可以解释,为什么泥豆子和鬼化炭治郎,可以克服阳光,借国元一并没有策定地去选择自己,所要传授呼吸法的对象,而是每个人都倾囊相受,同样的也传授给了造门炭治郎, 但发现很多人无法适应呼吸法所带来的身体负担,但造门家较为特殊,长期的工作原因让他们可以更快地适应,由呼吸法所带来的身体负担。 2. 造门炭治解开了极国元一的清洁,在看智郎被鬼头躲上,并进入走马灯附身于祖先造门炭治身上时,见到了极国元一,并且了解到了极国元一的悲惨绅士,他自有不被看好,被当作怪物看待,只有自己的母亲会偷爱自己。 3. 在几经磨难后终于成长,并且找到了自己的挚爱居多,在那之后本该坐上幸福生活的他,却遭遇了妻子和腹中胎儿的死亡,是被鬼所杀。 3. 在那之后他决定要将恶鬼转进,但因为鬼舞是无惨的脚诈,和自己兄长的疾病,导致他被鬼杀队的众人,要求切副谢罪。 3. 在又年的时任时任主公吉律劝说下,自行离开了鬼杀队。 他本人也身陷在了,在自责和懊悔中,纪国元一对造门炭治讲述了自己失败的一生。 但在造门炭治和他的妻子造门朱米子的帮助下,元一重新感受到了家的温暖,流出了眼泪和微笑,并且解开了自身负罪自责的心结。 3. 将自己的儿时以及自身的呼吸法,展示给了造门炭治,至此而别,在无相见。 纪国元一认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人,并且在自由缺少关爱的情况下,幸福美满且乐善好施的造门夫妻,凭借自身性格打开了元一的心结,并将其代表爱的儿时传递给造门炭治。 纪国元一在这个时候,就已经认定造门炭治是自己的家人了。 3. 剧情的工作作用 这里有两个点,大家也能把自己的想法留言在下方让我知道。 一纪国元一将自己的儿时合乎西法,焦虑探极,也极有可能失去了解自己的多错。 就鬼舞时无惨回忆,他在煽动躲避了纪国元一六零年,原一在告别造门探极之后的六零年,很有可能失去寻找无惨终结自己所犯的多错。 这一点在剧情中并未有所提及,但结合情况这是最为合理的推测。 2. 衬托出红炭治郎一样的悲惨经历。 2. 两人都深造有失序之心的悲惨经历。 2. 二人经历相似且性格都是必要将恶鬼斩尽,从无惨视角来看。 藏门探极郎的身上,有着当年纪国元一的影子。 藏门探极郎更像是为了完结,当年纪国元一未曾了结的遗志。 纪国元一将自己儿时合乎西法,传递给耐探世家世以来希望自己的遗志可以传递下去。 纵使自己没能亲手了解罪恶,也会有人代替自己完成,就是探极郎。 园一的日之呼吸身为整个故事的最强外观,将耳时和呼吸法传授在门探极。 一来可以解释探极郎耳时和火之神神乐的谷底,二来算是给主角送了个外观,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剧情的延展。 纪国元一在整个故事结构里,是应该是一个需要花费大量品末去描绘的一个角色。 因为他本身故事的看点就不按照整个主线剧情,他的故事整体较为耐人群慰。 以他将自己的耳时和呼吸法,传授于造门探极,靠开剧情需要这一空中部分来看。 不难发现他更多的是希望受到,来自对亲人般的关怀和理解。 在鬼的眼里,他可能是神一般的人物,但在其他人甚至是他自己的眼里,都认为他是毫无价值之人。 人生二字印刻满满的失败和落魄,就是探极一句你绝不是毫无价值之人,就能让他露出笑容。 他需要的可能就是这样一句简单的鼓励。 他是整作品最具哀伤的角色,也是整部作品最为了眼的角色,更是最有灵魂色彩的角色。 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? 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,我是阿伟,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记得点赞订阅我,爱你们。